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思考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特别是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事件 导致五人丧生的悲剧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脆弱平衡 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紧张关系中 这次空袭的背景更是错综复杂 以色列政府宣称是针对黎巴嫩的火箭袭击做出的反应 但这种武力行动是否真的能带来安全 还是只会加剧冲突令人深思 此外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招募行动 试图吸引来自中国 伊朗和北朝鲜的资讯 这显示了美国对国际安全挑战的深度关注 随着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 情势再度紧张 欧盟和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冲突升级 以色列的反应如何将成为未来局势的一大焦点 而各国之间的立场是否能够统一 进而促成和平对话 亦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这场充满挑战的冲突背后 是无数普通民众的悲剧与期盼 未来的局势走向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但我们必须继续关注这些事件的发展 并思考如何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东这个动荡不安的地区 冲突的阴影总是笼罩着人们的生活 这个古老而复杂的地区 最近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打破了短暂的宁静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空袭 造成五人死亡 这个事件不仅在国际社会中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也让人们再一次意识到 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脆弱平衡 在贝鲁特的街头 那一天的恐慌与混乱 依然历历在目 市场上的人群 原本忙碌于日常的生活 试图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寻找片刻的安宁 然而炸弹的轰鸣声 突然响彻云霄 仿佛整个城市都在颤抖 恐惧与绝望 在空气中弥漫 五条生命在瞬间化为乌有 留给人们的事 无尽的悲痛与哀悼 一位目击者回忆道 那一刻感觉世界都在崩溃 许多人在街头哭喊 找不到自己的亲人 这次空袭的背景 复杂而深远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关系 一直如履薄冰 尤其是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更是雪上加霜 以色列政府声称 此次空袭 是为了回应来自黎巴嫩的火箭袭击 这个解释 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合理 但更多人质疑 这种以暴之暴的策略 是否真能带来安全 还是只会加剧冲突 令局势更加复杂化 社交媒体上 关于这次空袭的讨论 如潮水般涌来 愤怒与不满在网络上蔓延 许多人痛斥战争 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与仇恨 而非解决问题的良方 与此同时 呼吁国际社会介入的声音 也不断增强 许多人希望 各方通过对话与谈判 来解决争端 而不是以武力相向 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的反应 也不容忽视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 对此事件表示关切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进一步的暴力升级 多国政府也纷纷发声 呼吁以色列与黎巴嫩 坐下来对话 寻找和平解决方案 德国总理奥拉夫 肖尔茨 和欧盟首席外交官 何塞 伯雷尔 都强调了 国际社会在维护和平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普通民众的生活 在这场冲突中 受到了严重影响 许多家庭失去了亲人 孩子们在恐惧中成长 未来似乎变得格外渺茫 人们渴望和平 希望能在没有战争阴影的 环境中生活 然而 现实却是残酷的 冲突的火焰依然在燃烧 仿佛没有丝毫的停歇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如何实现持久的和平 成为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 或许 只有通过理解与包容 才能找到解决冲突的钥匙 正如一位黎巴嫩的母亲 在采访中所说 我们只希望孩子们 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 不再经历战争的痛苦 与此同时 另一场不易察觉的战争 正在展开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最近启动了一项新计划 试图在中国 伊朗和北朝鲜招募现人 这一举措 在社交媒体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 CIA通过其官方账号 用多国语言发布信息 指导用户 如何安全地与其联系 据BBC报道 这一最新的招募行动 是基于CIA在乌克兰冲突中 成功招募俄罗斯现人的经验 CIA的发言人指出 这项行动 旨在应对日益增加的国家压制 和全球监控挑战 然而 汉阳外国语大学的 国际政治副教授梅森 李奇对此计划的有效性 表示怀疑 在他看来 尤其是在网络接入 受限的北朝鲜 此类招募活动 可能面临巨大挑战 国际社会尤其关注的是 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 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冲突上 还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外交和政治博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和欧盟领导层 相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特别是在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后 各国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 强调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性 然而 以色列外交部长以色列 卡茨对古特雷斯的呼吁表示不满 甚至宣布禁止其进入以色列 理由是古特雷斯 未能明确谴责伊朗的攻击 这一举动无疑加剧了双边的紧张关系 欧盟与美国则在努力 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局势 德国 法国等国 在谴责伊朗行为的同时 也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甚至提议召开G7视频会议 商讨如何共同应对中东的危机 国际社会的呼吁 虽然具有道义上的分量 但能否真正影响中东局势 仍是未知数 尤其是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 军事较量不断加剧的情况下 和平的希望显得如此遥远 正如华盛顿防卫民主基金会的专家 贝哈南 本塔勒布鲁所言 以色列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 但这样的较量 无疑会导致更多的伤亡和破坏 在未来的日子里 贝鲁特的天空 是否能恢复昔日的宁静 黎巴嫩的人民 是否能重拾生活的希望 仍需国际社会和地区各国的共同努力 正如那些在冲突中失去亲人的家庭 他们的心声 或许正是这个动荡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没有人愿意战争成为生活的常态 和平才是人们真正的渴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以色列的空袭行动 主要是出于自卫 这些行动是对来自黎巴嫩火箭袭击的回应 以色列有权利保护其国土和公民安全 正如以色列历来在面对威胁时 所采取的坚决措施 历史上如1967年的六日战争 以色列在先发制人的情况下 确保了国家的安全与生存 这次空袭也是基于同样的防御逻辑 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 这显然是对以色列在地区冲突中过度反应的辩护 空袭导致平民伤亡 这种做法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和暴力循环 历史上 类似的军事行动常常导致局势恶化 例如1982年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尽管以色列声称是为了安全 但最终引发了更长久的动荡 和真主党的壮大 和平与安全 不能通过武力达成 必须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